3、2、1 一檔 6000轉 2 你看你跟什麼派人 3 剛進來的G-SOUL 20年的V-4 20i 2 20 2 2 1 1 車子的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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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他就自己開門 自己開門 高科技欸 可是為什麼我們最近這麼多的機構 現在第八台 第九台的時候賣了三台 銷售率高達接近40% 那也行了啦 那我們有什麼 有機構留肯嗎 說我們車子回來一定要先確保 第一個不要有爭議 我們先把外觀這些都看過一遍 每一個板件我們會拍一張照片 尤其是這個前檔 前檔的時候會有彈到石頭 要先確保 避免以後有爭議 調整旅圈 旅圈很多時候 畢竟二手車旁邊會有些刮山 後保桿這裡有一點 這裡是我們都會做一個紀錄 而且我們是用時間相機 就是在哪裡拍的 這個時間日期都有 就不會後續有更衣 也是保護雙方 尤其這個縫 今天我跟他們兩個特別注意這一塊 因為它的密合度沒有到很好 但這邊也是要註明一下 欸那如果你特斯拉就拍不出來了 特斯拉就拍不出來了 那也不至於到這樣 這個硬棚和軟棚 到底他們的優缺點在哪裡啊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硬頂的 硬頂感覺比較安全 感覺比較一體性啊 軟棚看起來就很像很突兀啊 有物嗎 軟棚也有它的美感 這個軟棚好換啊 萬一啦 可能貓抓 可能有樓上不知道誰 丟那煙頭下來 你不知道 燒掉了那怎麼辦 那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換步驟 你這樣講是沒夠 我也認同 但是你會不會想 那如果我一開始就硬頂的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啊 就不會燒了對不對 對啊 跟你講幾個重點 軟頂第一個一定是 硬頂的問題 硬頂比較少 硬頂你在摺的時候 你後面摺的空間 要給它比較多啊 軟頂的空間其實比較少 可以犧牲少一點空間 再來是 輕量化 你軟棚一定比較輕 可是你看你那488就是硬頂的啊 那個車只有做硬頂的啊 那每個選擇 但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你會選哪個 你會選哪個 那一台是那一台啊 現在又喜歡這台 哈哈哈哈 欸我沒有遇過你不喜歡的顆耶 都是牌子 每個都要疼 對啊都是牌子 是這樣講 我們剛講完外觀拍完 那我們會把門打開之後 我們看內裝 內裝椅子啊 里程啊 鋼盤啊 還有這個中控台 我們都會做一個拍照的動作 後面我們也會拍 因為有些內裝的地方也很重要 還有天棚我們會做拍照 那現在里程是一萬五 幹嘛 啊買再來沒怎麼開 還有另外一台車 這應該就玩具科吧 然後我們後蓋打開 後蓋打開 第一個一定是螺絲點嘛 我們避免 如果本身就是有一個拆卸的話 避免有爭議 拍照拍的詳細 基本上 接待應該也差不多 把車都看完了 然後你前蓋打開一樣 內部 這邊一定會先拍照 然後螺絲點的地方 這邊這邊底下一定會先拍照拍照 然後這個揮座的地方拍張照 能拍的都會先拍照 然後這個車身號碼 這很重要 因為最近車身號碼又有故事了 嗯 你朋友 大家的好朋友 剛剛有看這台車的輪胎 都是20年40週前後 都還有七成左右 然後重點這台車是一排的M4 翻卡 煙氣就脆了 它還有新鮮空氣可以選擇 有新鮮的 海鮮這種東西就是新鮮的 跟人一樣 就是 哈哈哈 你這畫中有畫 欸它有加熱方向盤對不對 這裡 加熱方向盤 超級定數 蛤 怎麼沒有 還是因為它是 手排的關係 欸 有的手排是有跟車的喔 TAPR 它旁邊有什麼按鈕功能 有一個電動的腰靠啊 那你不覺得這個內裝飾成什麼 裝門 如果LOGO拔掉的話 Jerry M 哈哈哈 該不會跟T開頭T牌的 Toyota是不是 Toyota Toyota S開頭的 好 出發 GO 剩下是16000多 現在是二打 剛剛那個熱血的 R1234567的感覺 那我們先開棚 出來一波 來 夏天來了 夏天還沒走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台大卡車 隔壁高公路上面看到一台 敞篷車下大雨 然後海蓋開 那我就好奇了 到底是 雨的速度快 海車的速度快 速度夠快的話 按照這個動力學的分析來講 應該是不會領到雨 因為你這邊有這個檔嘛 你一直撞風嘛 如果你的速度超過雨低的速度的話 一定是領不到雨的 你就會從這邊飄走 但你要夠快 那要多快 這只要兩三百吧 這來現在多少錢 兩百出 你這個換檔速度不太溜了 安全是開法 來 踩一段 要從一到一二三這樣比較有感覺嗎 從這裡 你的速度夠快嗎 夠長嗎 因為我是考量到 你打擋的速度 打打太慢是不是 打到五已經到終點了 你那邊應該打不到六喔 你應該打到三而已喔 那我多愛車這樣 確定是愛車 不是因為跟不上 老了 手腳不協調 3 2 1 1檔 6千轉 2 你看你這個怎麼開 3 你 你看你看擋 你怎麼開到五的六檔去 擋就已經 快要超飄了 你要怎麼上 加油 來 換快一點 4 4 5 6 你跟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都展示完了 哈哈哈哈 好 那還是換得完的 帥氣的關棚 欸 其實滿快的耶 差不多五秒 對啊 就是說 軟棚還有一個優勢就是 開關棚的速度比較快 其實滿香的耶 不錯吧 開個台去把妹 你把不完吧 妹都說 哇 DM哥又來了 DM哥 這一台呢 全原廠 沒有改裝 走外匯進來了 走牌的 跑一萬六千多公里 新居家 首頁的來 還有車輛要寄售的都可以研究 目前的開架 200出頭 還有車輛任何相關問題都可以私訊我們 我們 全台都有收車賣車的服務 要找什麼車都可以聯繫 全台都有在增銷售採購 都可以跟我們研究一下 OK 來吧 DM哥 想看更多 關注抖音跟YouTube 呂老闆二手車 帶你看遍二手車市場